在对阵雄鹿队之前,火箭队已经取得了七连胜,就差一场就能超神,可惜他们遇到了毫无讲情面的字母哥,一场41分17个篮板舞助攻的表演,彻底摧毁火箭的内线,并率领雄鹿队最终获得胜利。 火箭队上一场可刚刚战胜了由哈登独自率队的篮网,按理说是其正胜,无论面对谁,都应该很难被阻挡超神的步伐,但是字母哥实在太不讲理了,有他在火箭就别想升空。 火箭主帅赛后也被打服了,杨尼斯才是联盟现役的第一人,能和他竞争的人都已经老了,他的统治力无与伦比,没人能和他在这个位置上去竞争。 不过火箭主帅应该还忽略了另外一人,就是库里,库里本赛季可是有望将得分王和MVP同时收揽入怀,并且铁定将获得历史三分王,同时也有希望角逐总冠军和FMVP。 库里有希望成为本赛季最大的赢家,字母哥能否称得上第一人,就算过得了杜兰特,也还得问问库里。